聊一个基础且重要的话题 函数签名 不知道同学们在平时开发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过这么一些困扰 就是当我写一个函数的时候 我老是会去想 这个函数在什么地方会调用它 而另一方面 当我在调一个函数的时候 我老是会去想 当时这个函数里边我是咋写的 如果说你有这两个问题 那么你的开发过程 心智负担会特别特别的重 你会感觉这个程序很复杂 哪怕有一些功能 其实很简单的 但是你开发起来 心理压力都特别大 其实造成这样的原因 就是没有理解函数签名 从流程上来说 一个函数它的完成 需要经过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叫做设计 第二个步骤叫做实现 设计什么东西 设计的就是函数签名 而大到一个系统 小到一个函数 设计往往是最关键 也是最有价值的部分 好咱们来看一下一个函数 它是如何设计出来的 我们刚才说了 函数的设计就是设计函数签名 那啥是函数签名呢 就是三个部分 一个是函数名 它代表着函数的含义 一个是参数 它代表着这件事 需要的一些必要条件 一个是返回值 就这三个东西 其实在不同语言里边 函数签名的含义 或多或少有一些差别 你设计函数 就是要去设计这三个部分 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我要写这么一个函数 判断一个数 是不是数数 那么很多同学 第一反应就在想 啥叫数数 我告诉你 即便在你完全不知道 什么叫数数的情况下 你仍然可以设计出 正确的函数签名 首先是函数名 给它取个名字isprime 你如果说英文不好的话 你这样写也可以 只是不那么好看 好函数名出来了 那么参数呢 你不知道什么叫数数 你能设计出它的参数吗 参数是啥 参数是你完成这件事 所需要的必要信息 你要判断一个数 它是不是数数 你是不是得把这个数告诉我呀 好参数有一个n 我还能知道这个n 它是一个number的一行 有没有反回值呢 我要判断一个数 是不是数数 我是不是得把结果告诉你 那结果是啥呀 是或者是不是 那么结果是一个什么 不理 好这个函数签名 就设计完成了 你看到现在 我仍然没有提 说什么东西是数数 完全不提 因为这个什么东西是数数 那是实现的过程 就是在那个函数题里边 我们敲敲敲敲敲 把那个功能给它敲出来 它完全不影响你的设计 当然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它的函数签名呢 是一目了然的 但有的时候呢 它并没有那么一目了然 比方说 我要设计一个函数 来实现文件上传 那函数名是upload 参数是啥呢 这里的情况就有很多了 返回值是啥呢 这里的情况也有很多 就会得到不同的实现过程 所以我们函数设计 它为什么重要 因为它是实现的目标 我们要实现一个函数 实现的到底是啥呀 实现的就是它的函数签名 如果说一个函数 在设计的步骤上 都出现了问题 比方说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要判断一个数 是不是数数 如果说我设计出来 是没有参数的 无参的 你说它怎么实现 根本就实现不了 它跟那个开发能力的高低 没有任何关系 就是实现不了 因为逻辑不通 所以说我再重复一下 刚才的含义 函数签名是函数实现的目标 而且是唯一的目标 这意味着啥呢 这意味着 你在这个函数体里面 去敲敲敲敲敲的时候 你完全不用考虑 这个函数是在哪个地方 就会用到 哪个组件 哪个页面 哪个功能里面 会用到这个函数 完全不用考虑 因为那是设计层面 已经搞定的事情了 它根据那些信息 已经得出了这个函数签名 并且函数复材点的话 它会把这个文档注释给打好 每个参数的类型 有没有返回 返回的类型又是啥 整个函数签名 会明明白白的告诉你 当然更多的时候 是你自己告诉你自己 而后边在实现的时候 你完全不用去考虑其他东西 你就把这个签名实现就完事了 这样子一来 心智负担马上就降下来了 因为你在这里敲敲敲的时候 你很多东西不用再考虑了 你只考虑这个签名实现 你不用管这个玩意儿 是用在一个商城里边 还是用在一个低代码平台 还是只是作为一个数学工具 你完全不用考虑 你把个签名实现就完事了 其实像关于这些东西 它不应该是现在我来解决 应该是在最早最早 你们接触见识的时候 第一次接触函数的时候 这一块就应该解决掉了 那为什么没有解决掉呢 那你听好这句话 你在学习期间 老师水平的上限 就决定了你的上限 同样一个知识 在不同的人的眼中 他呈现的图像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眼中这个知识 是什么样的图像 他就决定了 你眼中最终会呈现 什么样的图像 从而也就决定了 你怎么去看待这个知识 以及如何去运用这个知识 所以说你为什么 一定要来看我们的大师课 这课程是免费的 来临去完事了 大师课里面讲的知识 也就那么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 什么事件循环 浏览性的渲染原理 开发思维的培养 无诱的原码与优化 就这么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 你之前学过 为什么还要在我这里再学一次呢 因为这个知识的图像是不一样的 你看完之后才会发现 原来这块知识 在袁老师的眼中是这样的 从而你就会知道 你头上的个天花板 它是怎么一步一步形成的 而且以后你就会知道 在学习一些新知识的时候 应该看什么样的教程 应该学到什么样的程度 你就完全清楚了 所以还没有领到大师课的同学 这个课目前还可以免费领取 怎么领 加屏幕上方的账号 找我的小助理 按照提示领取即可 你看现在你知道了这一点之后 第一个困惑解决了 我实现的心理负担没那么重了 我不用去考虑其他的 我就把这个函数签名实现 而另一个层面 你在雕用一个函数的时候 你也只需要知道函数签名即可 我这个函数里边一行代码没写 我能不能掉了 我能掉啊 我要判断321是不是一个数数 我知道函数名 知道他要传递一个参数 表示代判断的数 你把321传进去 我也知道他会有一个返回值 表示告诉我是不是数数 为true或者是为false 我就能用了 我不用去想他里边是咋写的 他里边我啥也没写 你看我们平时去看一些官方文档的时候 你像一些函数 比如这个index函数 他会不会告诉我们这个函数 里边是咋写代码的 他不会 他就告诉我们函数签名 名字叫做index 有两种参数的传递模式 第一个参数啥意思 第二个参数是可选的 又是啥意思 他的返回值是啥意思 OK我们就可以用了 我完全不用知道 这个浏览器的原码里边 对这个index函数是怎么去实现的 我们仍然是可以去使用这个函数 所以对于我们调用函数而言 我们也只需要知道函数签名即可 你看实现一个函数 我只需要知道函数签名 调用函数 我也只需要知道函数签名 事情一下就变简单了 精致负担也不会这样重 当然这只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知识 但这个知识呢足够的基础 也足够的重要 对于这个知识是如此 对于前端你们学习的所有知识 都是如此 你得认识到底上 刨丁解牛 它之所以厉害 不仅仅是因为它刀法好 更重要的是 在它的眼中 它有一副牛身体结构的完整图像 构建出前端知识体系 完整清晰且精准的图像 是每一个前端开发者 一定要追求的目标